世界心脏日 卫福部结合中华民国心脏基金会 邀请插花家小学课本的逆袭合作 宣导心脏疾病的卫教知识 呼吁国人将互信行动落实于生活中 其实心脏衰竭的死亡率 其实高过很多的癌症 根据统计大概你已经被诊断心脏衰竭 五年内的存活率大概是不到五成 也就是一半的人在五年以内 也会死亡 很多罹患肿瘤的病人 因为免疫治疗 标靶治疗的进步 他们已经开始在拿慢性病连续处方签了 所以心衰竭的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 一个隐形杀手 虽然说每年健保 我们能够诊断出来心脏衰竭的这个诊断 好像是这24万人 如果是根据台大的公卫 长期在金山最终的研究 估计起来它的发生率在全台人口 剩许率大概是3.5%到5%左右 那如果以全台湾2300万人来讲 我们全台湾应该心脏衰竭的 大概有125万到130万人这么多 那当中有被健保诊断出来的24万人 所以是相当大的比例的病人 并没有及时来就医被我们抓出来 那另外就是一旦你有心脏衰竭 在医疗资源的耗用就很多 因为这些病人他的在住院率就非常非常的高 另外近期流行的新冠肺炎病毒也会损害心脏 大约有25%的重症患者会检测到心脏损伤的现象 6.8%的患者会出现心脏衰竭征兆 提醒民众也要注意不让新冠肺炎侵害自身健康 目前心脏衰竭治疗发展进步 只要及早发现症状正确照护 有机会使疲惫无力的心脏恢复正常 甚至比发病前更好的状态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